在這次EP裡面放了一首歌 叫西瓜 西瓜 吃水果 吃西瓜 對啊 那那時候我想說 就是 因為那時候是因為很多年輕人回來 剛好回來 然後我很感動 年輕人互相分享 就是大家男的聚在一起 互相分享在外面讀書 或者在外面工作的心情 那種分享那種團結 氣氛很棒 我就寫這首歌 然後那天剛好我媽媽生日 晚上的時候 我就把年輕人一起交過來 然後也順便把這首歌唱給我媽媽聽 希望媽媽幫我命名 給我們年輕人祝福 這樣 我想說這首歌 年輕人也很喜歡 就是希望得到媽媽的祝福 媽媽聽我們 我們唱完歌的時候 她很瀟灑 就直接講說 那這首歌叫做 Gazawas Gazawas 安美主義 中文是西瓜 我想說 西瓜 不然還很期待被祝福了 太好笑了 對啊 西瓜 我就想說 媽怎麼叫西瓜 不是要祝福我們嗎 其實大家都很傻眼 可是媽媽講了一個道理 她說 一個人可以吃掉一顆蘋果 吃掉一粒橘子 但吃不 沒辦法吃掉一顆西瓜 西瓜 西瓜 在媽媽的那個邏輯裡面 它就是代表一種分享 一直是一個團結 對 團結 可是 我覺得 我們那時候其實也蠻訝異的 就是媽媽那個生活的年代 那個思維邏輯 都是還是很道地的 阿美族的那種思維邏輯 所以她一想到分享 就想到西瓜 我們看到西瓜都只有很清涼 對啊 其實我們根本不會想到分享這件事情 天啊媽媽好酷喔 我覺得這就是老人家的生活的智慧 他們才有那樣的生活的邏輯 是我們現代年輕人沒有辦法感受 沒有那個生命經驗 沒辦法感受到的事情 而且我覺得尤其原住民朋友就是 可能接觸到的東西就是 最天然最自然的 他們直接聯想的東西 不會像我們現在的很複雜 就是很客氣 對啊 不會想了一大堆 然後什麼東西 它簡單一個西瓜就有一個道理 對啊 然後她就想說 啊 這樣這首歌 我就很想問媽媽 媽 釋迦有沒有什麼道理 還是芒果有沒有什麼 要發揚一下台中的名產 有沒有 請問一下 真的那時候應該忘記問了 應該要問一下喔 釋迦應該也蠻有道理的吧 沒有啊 我們自己會有想像 本來想說 叫西瓜的時候覺得 啊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媽媽那樣的 生活的經驗 嗯 所以比較想到那個 那樣的邏輯 然後西瓜也還是 老人家看來是一個分享的水果 嗯 嗯 喔 أي喔呀 喔 阿 阿 喔 艾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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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艾 阿 感谢观看